哈喽 哈喽 迟到了一点点 我的天哪 我的 我的长寿面 看到吗 我是一个很少吃 我不是常常会吃 那个泡面的人 嗯 因为他没什么营养 但他又很好吃 我觉得生日这天 我必须奖励自己吃一点 这也不算泡面 就是煮的那种方便面 我真的好喜欢吃 而且里面他还有那个料 五香肉丁 我发现 自己家煮的真的是最好吃的 嗯 我有教大家怎么煮一个最好吃的方便面 我会拍个video 然后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然后自己尝试一下 真的很好吃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祝福 几岁就不用写出来了 好好吃 好好吃 四水 过分了啊 过分了四水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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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来了吗 弟弟 真的耶 弟弟来了 我告诉你我现在会了 我知道怎么连线了 弟弟 眼睛可打开 看到我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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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在干嘛 我在拍东西 好看呢 哎 你怎么每一次哎呦 你怎么每一次不是在吃饭就是在吃面呢 你怎么每一次不是在吃饭就是在吃面呢 我很喜欢吃这个面你知道吗 哈哈 你上菜说你很喜欢吃那个饭 哎 好吧我就是喜欢吃东西了 生日快乐 谢谢 你在哪里呀 我现在在家 在哪个家 你说的我好像很多家一样啊 你在上海吗 对啊 你来找我呀 你在上海吗 我在北京 啊 你什么时候来上海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 嗯 我看他这个月能不能来啊 好 你来给我说啊 好啊 好呀 你在吃长寿面呢 你就是长寿面了 是不是 你这个连线为什么眼睛会这么大呀 啊 什么 这连线怎么眼睛这么大你看 哈哈 是不是你的眼睛大 我眼睛看起来没有很大呀 你离得远吧 我觉得就是你的问题吧 嗯 好吧 好的 哈哈哈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 是不是 不是很美 我今天很美 谢谢啊 你怎么这么喜欢直播呀 我每次打开微博都看着你的直播 我真的没有 我上次到这次就就就就就都被你碰到了 放屁你昨天还直播了 你不要一直follow我好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要那么关注我 我才就看到你在直播 真的 今天生日我就播一下 好吧 好的 晚上记得吃蛋糕哦 好吧 好 好的 想你 想你 努力 加油 你加油 你加油 来北京找我啊 你来上海来找我 好 拜拜 生日快乐 谢谢 我只会开但不会关 我来关 好 哈哈哈 你吃你的面 好好好 拜拜 打你的头 好憨啊 好憨啊 说的是谁啊 啊 啥都不会 我会的可多呢 你都不知道 两个都憨 嗯 只会开 不会管 我告诉你 能开已经 很了不起了 好吧 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收到那个花 的 我旁边的那个人是 他不懂得怎么 送花给别人 所以我就 很凄凉 所以大家呢 很爱我 所以就 送了好多花给我 这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有一个神秘暗恋的我的人会送的东西是不是 哈哈哈 并没有 是我的姐妹送给我的 因为他们太了解我老公了 好不好看 感觉是有人向你求婚的感觉是不是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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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湿啊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湿 新鲜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也给他们看一下 哎呀 真的漏水了 还有一个 哎呀 感觉这就是一个放在家里的盆栽 这个很厉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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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也给他们看一下吧 嗯 好长哦 哇塞 哇塞 我得找个花瓶好好的摆放他们 啊 还有一个 蛋糕花 嗯 你们平常在机场送我的我有一只保留着 反正在机场就是 我啊 Vicky姐啊 然后 安安呢 小雨他们 每人过关的时候手里都是拿着一些 哈哈哈哈 花啊 哈哈 是吗 谁 真的 留言了给你 嗯 硬材儿同学 你在哪里 硬材儿同学 我想你了 哦真的耶 你在吗 我看一下 怎么样可以 看到他呢 我尝试一下 硬材儿拒绝了你的脸吗邀请 哈哈哈哈哈哈 太残忍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为什么 why 这是我第一次 嗯 第一次 邀请别人跟我联系 哈哈 我以为我学习到了一个新技能带被拒绝了 哎 吃面吧 哎 无语了 嗯 是吗 我在工作是吗 哈哈 嗯 嗯 谢谢大家的祝福 都收到了 然后想跟你们说一下 说了一件很很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今天应该是开心的嘛 然后有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你们写给我的信 我本来呢是准备今天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一起读的一起看的 我很期待 因为有很大的异象 然后我工作室寄给我了 是我今天 我还那天还开了一下 然后里面有很多那种泡沫 那些彩色的珠珠掉出来 然后今天我想拿出来的时候 我家的阿姨跟我说 她扔了 我就是晴天一个霹雳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看到里面有很多那种彩色的泡沫 她以为那个是不要的东西 我真的真的我真的 我好难受呀 如果 如果你们还记得跟我写过些什么的 就麻烦你们再写一次给我 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好不好 因为我很想看一下你们到底是 写的是什么 再写一次好不好 乖 你们现在在干嘛呢 是不是有些还在上学 但是上学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可以留言给我 是在上课吗 上班摸鱼 上班 上班 你们老板很好 上什么班 可以一边看直播还可以留言 我要保养你们老板 表养我我在看直播 什么 我在公众的时候看直播 你在公众的时候 你在公众的时候 Micky姐说我要表扬她 扣人贡 不行了 真的 我要表扬你们老板 太好了 就是 他做的是对的 好 千万不要让老板知道 哈哈哈哈 那你们现在还有人在上学吗 除了上班的 可以晚上加班 还没开学 还没开学 不是九月一号开学吗 怎么会还没开学呢 大学 大学还没开学 明天 明天开学 大学开学迟了 因为疫情 嗯 哦就是有些 读大学的同学们还没开学 嗯 真的希望这个疫情 不要再反反复复了 希望快点 大家都能好好的 工作工作 做学习的学习 是的 因为我很任性的 想在生日的这天呢 跟大家开一个直播 想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呢也很任性的就改了 选了下午的这个时间 嗯 就是有些同学呢 应该有些在上课 有些在上班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为什么我的生日不是礼拜六呢 哈哈哈 没事 想看的就看一下回放 能来的就来 我觉得就 只是很纯粹的跟大家聊聊天 你看 爱你们 好像很久没见你们了 嗯 我就是一个挺任性的人 就刚好 之前就 放了 我也放了一个暑假 忙忙碌碌都干了一年了嘛 就工作之前都没停过 我觉得我是时候得放一个假了 然后就 然后就请了一个假 回去了一下 我的老家 回了一个月 隔离了二十一天 假期来差不多两个月吧 嗯 但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假期的 嗯 接下来还是得好好工作的 我还是喜欢工作的 真的 不是还是喜欢工作 我很喜欢工作 嗯 我觉得 人是应该要工作的 工作让你 嗯 脑子能转一下 不然 不然脑子好像不动 是不对的 谢谢你们啊 但 直播就是有不好啊 也听不到你们 唱生日歌给我怎么样的 听不到 是的 很久没见你们了 你们这个暑假过得好吗 再干了些什么呀 我就学习了 我就 我就尽量再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吧 就学了一下滑板 都放在家里好久了 一直都没 没动过 怕那个 怕骨头摔不起 然后就 这个暑假就正好去 学了几堂课吧 就开始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 原来人高还挺难控制这个平衡 反正我平衡也一直没那么好嘛 记得彩儿一直说我平衡不好 然后 所以就 就得练呗 感觉现在能够 能够稍微的 向前滑动一下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好容易摔 我发现 但是挺酷的 然后今年也收到了滑板的礼物 给他们看一下我的滑板 这个颜色挺过分的我觉得 为什么我会给别人的错觉 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一挂的呢 我是会喜欢这种土豪镜颜色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我喜欢土豪镜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是平常给人错觉了吗 我是平常给人错觉了吗 然后前面很酷啊 就是 是一个这种 沙纸 嗯 就不会滑 然后轮子也 挺好看的 荧光绿这样 让我 让我 尝试去 先 使用它一次之后 觉得如果还ok的话 我就 拍片给 大家看啊 我爸来了 哈喽 哈喽 我在直播 你要来 跟他们say个哈喽吗 不用 送月 我妈妈也来了 送月饼给我吃 太好了 对 你知道这里的特产的月饼是 鲜肉月饼 我觉得好好吃啊 妈妈你要不要过来 跟大家say个哈呀 来吧 来吧 你说哈喽 哈喽 我妈妈是特别特别温柔的 一个女性 我说这是我一直就 在她身上 没学到 她们说阿姨好 谢谢 你要不要来啊 我不来 你来吧 我难看 你不难看 我们挺像的 你不难看 你过来 来来来 你好 我没看到人 是没有人了 哦没人的 对啊 这是直播爸爸 我们是不是挺像的 我比你难看很多 不行 说你难看就说我难看 岳父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他们说你很帅气 早知道我再多待一会儿 对啊你应该多待一会儿 你应该跟他们聊一下 你们好会说吗 郑妈妈好美 郑妈妈好美 郑爸爸好帅 他们说叫你再来一次 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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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嗯 妈妈对我的花很有兴趣 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 不懂得送花 送花给女生的一个浪漫的人 我可以给你选一个带回家 我可以给你选一个带回家 你身幸运啊 一点进来就看到正把这妈了 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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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个小梁 是这个小梁还是这个小梁 没搞清楚啊 小梁 小梁同学 两个大的跟小的 哇你们好贪心啊 大小都要是不是 项链好看 这个还挺好看的 是吧 它是一个猪猪 反正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 那我这件衣服 别 别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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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毛好看 很少人称赞我的眉毛好看 我发现大家一直都在吐槽我的眉毛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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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衣服头像好像周杰伦 很确定 很确定 不像郁可维吗 哎呀 我也有一点帽子 我们很喜欢在家的 我们下期待的 下期待的 爸你的电话好大声啊 爸你的电话好大声啊 这样吧 这样吧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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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 姐姐还打算发新歌吗 你們還想聽嗎 想聽就錄一下唄 不想聽就算了 香港錄的嗎 對呀 就是 就是挺佛系的 香港那首歌 天哪 你們都知道那首歌的名字了 怎麼那麼厲害 怎麼那麼厲害 是不是我的團隊裡面有內奸 怎麼都知道 也不是神神秘秘的 Wiki姐 我想 好想 生日就得有這些東西 好想 表演空手 爆氣球 哈哈哈哈 哎 我剛才 四歲了 戳破他是不是 蠻喜歡這麼幹的 直播就算了吧 請開始你的表演 這是我爸剛拿來的 牌子就不說了 鮮肉月餅 我還蠻喜歡吃的 就是 因為在 之前吃的都是那種 連熔月餅 但是在上海的時候 我就一直吃的是這種鮮肉月餅 我覺得好好吃 榨菜鮮肉月餅 這我沒吃過 有這個 有榨菜月餅嗎 是嗎 沒吃過 蠻肉月餅 風味月餅倒吃的不少 還有蟹肉月餅啊 我也看到這個蟹肉月餅 很脆 你想吃啊 為什麼感覺好像會很腥啊 沒吃過啊 蟹肉月餅 幾號是中秋節啊 21號 21號 大家真的會吃月餅嗎 中秋節的時候 風味月餅讓謝霆鋒送你 他送了 所以我要幫他打個廣告 好好吃 好好吃 月餅好不好吃 我不知道 反正送的那個人很帥 那就好吃了 我覺得 Wiki姐硬塞了一個 這個玩意不 我覺得現在 我們是不是還不是展示的時候 哈哈 就學了三個靠 哈哈哈哈 好意思嗎 好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就學了三個和弦 真的是 還是三個 還是三個的原因不就是 中間沒練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是哪個 A M F C C 這個琴好像還有一點點走音 C 哈哈哈哈 C就算了 C就不算一個和弦嗎 它雖然簡單 但它也是一個和弦啊 一個用的很多的好不好 不要小看它 不要小看它 真的要調一下音 上次就走音了 上次沒走 上次是調了好多次的 這次確實是 沒調過 對呀 打疊多適合我 這個玩也真的 感覺還要 它要用很多時間 才能夠 練得比較像樣一點點 是 是有一個APP可以調音 我 都過了那麼久了 大家還那麼喜歡 叫我打你 這是什麼心態呢 看了大家對我上網者 我 很好奇 一直在問我上網者沒有 最近 沒那麼閒 還沒上到 我覺得 這個賽季之前 我一定可以的 就算我到時發張截圖給你們看 你們也會說 那不是你呀 你可能 隨便拿了誰的電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可以證明給你們看 鑽石倒是過了很久了 直播打遊戲 我真的得研究一下 就直播打遊戲 那怎麼怎麼播呢 我又 我真的 我不懂那些主播做的 那他們平常直播打遊戲是 是播什麼呢 是匹配 還是說跟自己認識的人一起組個隊 還是自己單排 到底是怎麼樣都沒搞明白 對 對呀 我就覺得弟弟他 真的得教我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跟弟弟 然後 孟江 他們組個隊 但我覺得 把這些人的時間 配在一起不容易 靜靜 誰是靜姐 明靜姐 他會玩王哲 Are you kidding me 真的假的 感覺他是用武则天的吧 怎麼可能 他看起來就不是喜歡打遊戲的人 我不是瞧不起他 他看起來就不是喜歡打遊戲的人 如果有一天 他邀請我打王哲 我說 靜姐打過吃雞 我覺得那個得暈死他吧 那個真的很暈耶 我沒有說他壞話 你們 你們不要污蔑我 你們太不禮貌了 我看到你們那些留言 不讀出來 如果我讀出來 你們肯定說是我說他的 我不會中你們這個陷阱了 他如果真的告訴我 他用安琪拉我覺得 為什麼他用安琪拉我覺得那麼好笑 用爐蛋 茄子塔 不玩了不玩了 看看什麼時候去北京嗎 去北京要找的人可多呢 哎呀 不許說不許說我壞話 你們真的這樣 這樣不好啊 這樣走過去 歹來歹去的 之前一直 是我吐槽他說我壞話的 現在變成 在你們的口中就變成是我了對吧 唉 我覺得這玩意真的 很文藝 就 跟我好像沒有太大的關系 我再 我再盡量練習一下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搞成一首歌 我覺得還是最近練滑板 什麼的比較適合我 也不是說不適合文藝 也不是說不適合文藝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對 我還是打打跆拳 這些好像 自己會比較喜歡 你們一直都說下屆奧運會等我 是嗎 我盡量 姐盡量往那邊靠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生日祝福 完全已經感受到 你們是愛我的 謝謝大家 希望你們也不會因為這麼久沒見我 希望你們也不會因為這麼久沒見我 而把我忘了 反正我不會 然後就是 該上學的上學 該上班的上班吧 咱們今天就聊到這兒了 下次了 再聊吧 好不好 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掐手歌給我聽了 好聽到了 好謝謝 還好啦 沒有很短呢 謝謝 太短了嗎 那你們再問我三個問題 你老闆快要看到你在看直播了 今晚還直播嗎 嗯 不一定喔 應該不會了吧 嗯 你們為什麼那麼關心姐夫啊 我看到你們有一個群 都是關於姐夫的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嗯 中秋晚會 是大灣區的那個晚會嗎 會去啊 大灣區晚會 必須去啊 姐夫溫柔 哦原來是這樣 想和姐夫聊聊 嗯 今天是我生日 你想跟姐夫聊聊 太過分了 哦對 姐夫是昨天生日的 我就發現 好多年了都沒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生日會 別人常常都說啊你們真好啊就 就差一天 但是是他先生日好不好 每次都是跟他慶祝完才跟我說啊生日快樂 這樣就過了 嗯 我不要 對啊就是永遠就是第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哇哦生日快樂啊怎麼怎麼 然後到第二個 就覺得嗯好好生日快樂這樣 就沒有新鮮感懂嗎懂我意思嗎 我說的不是老公我說的是生日會 對 就所以我覺得是兩個同時生日差一天 但是愛在後面那個就是 就很慘 對明年把它搞出去 哎呀 讓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生日會 是不是我剛才說的是不是有些人會有共鳴 讓他別過了 嗯那我還是有點人性的 哎呀 嗯 今天生日也沒什麼 特別 想做的了 嗯 麵也吃了 還有月餅 還有蛋糕 還有你們 還有我爸媽什麼家人都在我覺得圓滿了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所有人的祝福 姐下線讓姐夫上線 你們自己跟他聊吧 你們自己去 去讓他 跟你們聊 是有人想跟我連線嗎 我沒有懂這個標記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呀 就剛才 哎沒了 這個是誰呀 這是我的粉絲團嗎 嗯 你是想跟我連線嗎 Are you sure 匿名嘉賓 這個好神秘啊 這個呢 這個是粉絲團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是想跟我連線嗎 我看一下啊 是我邀請他還是他邀請我 為什麼是我要請他 我沒搞懂這個 我不是很明白耶 Yumiko後援會粉絲團拒絕我的邀請 我一天要被人拒絕多少次 為什麼 我的粉絲團要拒絕我 Why 我現在心情很差耶 我被人拒絕了兩次耶今天 我被我自己的粉絲團拒絕 我要拉黑你 我告訴你 我要拉黑你 我告訴你 我真的搞不懂 算了吧 我冷靜不了 我告訴你 我本來生日很圓滿 心情很好 就覺得不滿 我現在心情很差 我本來以為 我的粉絲團想跟我連線 就唱個生日歌給我聽什麼的 他拒絕我 拒絕我 插他出去 誰是會長 有名有姓的還拒絕我 利民的那些我就算了吧 利民就不連了 三、二、三、二、四 什麼 我還要恢復你啊 還有什麼 唉 就這樣吧 好吧 現在心情很差 匿名才敢连线 这什么意思呢 就名字 名字不写 但是样子要出镜 这是什么概念 没事 心情一会就好了 吃个蛋糕什么的就好了 谢谢大家 哇 有好多 刚才看了一下 有好多人在看 就很感谢 在生日的这天 有那么多人 祝福我 是的 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庆祝 感受到了 对 然后 这一年 也谢谢 大家对我的 支持 跟爱 我还记得去年的这一天 也是在直播 对 那天 读了很多 粉丝的信 觉得非常的感动 感动 嗯 今年呢 嗯 有一点点遗憾吧 但是你们再 写给我吧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东西 对 我的信 丢了 所以呢 希望那些朋友们 可以 你们可以简短一点的也行 就是 但是 但是 都再写一下给我吧 因为这些我会收藏 嗯 越南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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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对了 你们再写给我 微博私信就算了 我发现 微博私信真的 看不完 对 当时怪错刘雨昕啊 我私信原来真的 不一定能看到 现在动了 所以你们还是 原始一点 写信给我吧 OK 那么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的生日直播 都说不要吃方便 免吃了 喉咙不是很舒服 谢谢大家 然后呢 来到我的生日直播 谢谢你们 都收到了 那么下次再见啊 记得 别惹我 拜拜 这就走了 是的 这就走了 谢谢大家